继续带你来看到Keep Death Studio是2016年蔡仁豪成立的台东街舞教室 带动地方舞蹈文化 而习舞教舞多年的蔡仁豪想为台东举办在地的舞蹈比赛 让青年有机会与外县市的舞者观摩交流 而日出之城是台东当地举办大型的battle活动 除了精彩的赛事 也会在赛事的前一天安排外县市的专业舞蹈老师举办课程 为台东街舞文化带来新观念以及技巧 Keep Dance Studio是2016年蔡仁豪成立的台东街舞教室 带动了地方舞蹈文化 西舞教舞多年的蔡仁豪想为台东举办在地舞蹈比赛 让青年有机会与外县市舞者观摩交流 而这次比赛也吸引来自池上的舞者来参加 他表示目前正在台北读书 而这次回来参赛也感受到台东街舞文化的活力 未来也期待能够回到家乡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现在要升大四所以现在是要把大四的学研弄完 那我还有就是学一些教育学程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待在台北一下子 但是有空暑假常假会过来台东 因为台东这边舞者非常有内温学 也很有互相交流的感觉 我觉得街舞全所有人都有这样子的特质 所以我觉得来自游戏湖南台东是熟悉的地域 所以我会更熟悉的台湾学员感觉 另外他也跟初学者分享他学习的经验 希望有兴趣的青年朋友也可以来体验看看 给初学者的建议就是 就是千万不要被现在网路上所诉张的流行 或怎么样可以影响到 就是一定要因为可能比完赛会被结果影响 或是被身旁的很厉害的人影响 但是只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跟着你喜欢的老师 自己也要定时练舞 我觉得平衡一下就会很好 日出之城街舞杯头赛 屏障国际赛事规模 邀请了专业的评审DJ等 期望以舞蹈比赛在台东大间交流平台 也让习舞的台东子弟彼此欣赏学习 成为台东年度经典赛事 解陈安如台东市报道